震华三陵 世界上最大的起重船 中国自主建造 这个长度超过297米 宽度58米 排水量接近25万吨的庞然大物 体量超过了全世界所有现役航空母舰 他正前往林丁阳海域 完成一项世界瞩目的工程 港珠澳大桥最终接头安装 超级眼睛 林明 港珠澳大桥总工程师 正在对最终接头进行最后的检查 这是一个巨大的钢筋混凝土结构 重6000吨 林明要将它准确地插入30米深的海底 完成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的贯通 6000吨的最终接头 重量相当于22架空客A380 整个吊装过程要确保绝对平衡 任何倾斜都将是灾难性 为了这次安装 林明准备了三年 做过上百次方案推演 港珠澳大桥 全长55公里 由跨海桥梁和海底隧道组成 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 对于这个东方大国来说 这55公里连接的 不仅仅是粤港澳三地 未来因它而形成的 56000平方公里的区域 将是继东京湾区 纽约湾区 旧金山湾区之后 世界经济版图上 又一个闪耀的经济增长级 这个超级工程 堪称世界桥梁建设史上的巅峰之作 在它身上 凝结着过去数十年 中国桥梁设计 施工 材料研发 工程装备等各项成果 这是一次 中国实力的集中展示 港珠澳大桥 最终于天空的 所有 都应该 最终于天空 最终接头安装 开始了 成功与否 在此一举 起重船振华三陵掉臂 向舶船方向移动 右边一号 水面二号 工人们把四吨重的吊带 挂在最终接头上 每根吊带长一百二十米 直径四十厘米 由十四万根高强度纤维丝组成 这是振华三陵大展身手的时刻 它的臂力 最多能吊起一万两千吨重物 并做三百六十度回旋 全世界没有人把一个六千多顿东西 去这么赚一下 没有一个人在我们之前去赚 林明他们过去四年 已经成功安装了三十三根城管 但都只需要单侧对接 而这根最终接头 不仅要完成双侧对接 而且水下安装余量 仅有十几厘米 即使水面风平浪静 海底涌动的洋流 也会形成巨大推动力 最终接头能否精准嵌入安装基槽 需要振华三陵保持绝对平稳 这一艘大船是为这次安装专门定制 耗资二十多亿元历时四年建造 过去看有什么装备设计什么的方案 你今天看我们搞不懂 你想怎么干 我们国家现在都有能力 制造一些专门的东西能够干成 这样的装备制造实力 让中国建设孟之队无惧任何极端工况 九十度旋转 持续了四个小时 最终接头到达安装位置 林明他们每个操作步骤 都要以一米计算 各位系统注意 首先调到十五分以内 东西方向调到五分以内 三零 一号落四公分 最终接头入水后 林明通过电脑数据 控制着安装节奏 一个昼夜的不眠不休 连续十七个小时的海上作业 最终接头精准着床 安装精度控制在一端是零点八毫米 另一端是二点六毫米 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全线贯通 数万名工程师与工人 将人类桥碎技术 推向了新的高度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